大家好 我是阿斯卡 欢迎收看不负责任风动漫 北斗二哥终于千呼万唤使出来 这个男人为何会让拳王拉欧如此惧怕呢 上一集说到寻找北斗二哥之旅扑了空 找到一个自以为是天才的冒牌或阿米巴 收拾掉这个家伙后 全四郎再度踏上旅程 今天故事要从九梅街道通告的玛米亚说起 玛米亚刚执行完任务 正骑着重机前往指定地点的教堂会合 教堂里有一对新人刚结完婚 在这种随时会被一群强壮的鸡肉仔 抢老婆的时代 我也只能祝他们自求多福了 结果说曹操 曹操就到 玛米亚才刚步出教堂 就被一群鸡肉仔里盯上了 人家在到处打探托其行踪的人就是李吗 你认错人了 是里面结婚的那个 看啊 不要随便陷害无辜的路人好吧 帅啊 老大赶快把他的身体捏爆啊 喂 他都还没爆 你们怎么先爆啦 只能说这群鸡肉仔太倒霉了 这里刚好是玛米亚跟全四郎他们约好的集合地点 见到这传闻中专门克死人的煞心 小兵们全都吓到拔腿就好 随后全四郎将手指插进带头老大的太阳去 我死定了 我还有几秒钟啊 放心 我今天经验值够了 回去告诉你们老大 我去找他的 原来玛米亚打探到托其所在的城市卡桑多拉 想要再跟全四郎组队一起前往 不过却换来全四郎冷冷的回了一句凯隆 看来只要尤丽亚还在他心中的一天 谁也无法打开他的心胸 接着在玛米亚带领下 三人越过一座高山 登上山顶后终于一堵坎萨多拉的全貌 坎萨多拉又名鬼窟之街 因为在城市中心耸立着一座监狱 只要被关进去就绝对不可能活着出来 就算是像鬼一样的凶犯 也只能在里头不停的哀嚎 而北斗二哥托其正是被关在这个地方 雷一好奇地问托其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没想到全四郎竟然说 托其本来应该当上北斗神权继承人的 随后说起了一段往事 托其是一个真正的天才 不仅招式精湛流畅快速 在精神武功和身体 各方面也都完全没有缺点 但就在全世界发生核战争的那天 托其原本带着全四郎跟尤丽亚 躲进防空洞避难 结果防空洞遭遇夺满了一群孩子 托其听完直接把全四郎跟尤丽亚 推进了防空洞 然后用力地关起大门 等等啊哥哥 你没听着死欧巴上胡说 这里这么空就算在几十二个黄金圣肉丝都够啊 还没等全四郎说完大门已经关上 两个星期后当众人从防空洞出来时 看到已经倒在地上 全身遭辐射成轻蚀的托其 因此托其放弃了北斗继承人之位 并用他所剩不多的生命 以拯救世人为目的到处履行 雷一听完拍了拍全四郎的肩膀 表示自己也很想见见托其这样的男人 画面来到坎萨多拉监狱的顶楼 有个男人正在享受这不管什么时候 都能听得到的鬼哭声 此人这是坎萨多拉监狱的典狱长 威格尔 今天刚好是典狱长 每三个月一次 施舍阳光给这些囚犯的日子 随着监狱的铁龙大门打开 所有囚犯都被放风到塔顶 沐浴三个月一次的阳光 这时手下们抓来了一个囚犯 典狱长 我们把逃完了全法家抓回来了 你是个勇敢的逃犯 我很高兴 我将赐给你最高的荣誉 看你是要舔我的鞋子 还是舔我的脚趾 我舔你老木 让看我的莱达kick 找死 看了泰山两双条边奥义 雄痛断波 典狱长用鞭子在逃犯身上绕了几圈 下一秒 逃犯的身体竟被切成好几节 呵呵呵 坎萨多拉的不败神话 就是我的神话 就在典狱长对自己的实力 沾沾自喜时 关在监狱一直都没反应的托奇 竟然笑了 来了吗 天使喽 随后全四郎三人也不做任何的掩饰 大喇喇地朝坎萨多拉而来 竟然一个守卫都没有 这里真的是囚禁托奇的地方吗 妈咪啊 你仔细看清楚这两尊雕像吧 雷伊刚说完 雕像的眼睛突然张开 原来他们是坎萨多拉大门的守卫 雷雅跟风雅 两人突然朝雷伊发动攻击 纵使伸手如水鸟般敏捷的雷伊 脸上依然挂彩 此为两人一提的拳法 二神风雷拳 必须拥有相同血脉 相同肌肉跟默契之人 才可练成的拳法 雷伊正想拿出点真功夫的时候 拳四郎站出来并接下了这场决斗 风雷二牙继续使出 二神风雷拳攻击拳四郎 但这招说穿了 就只是两人拉着戏道看不见的钢线当骨器 这虽然是在现在动漫很常见的招式 但在当时应该算是钢线奥义的始祖了 不过拳四郎一眼便看穿了这奥义 只是不知道他用拳头是怎么把钢线打断的 咦 怎么了 你不是应该用啊哒哒哒哒哒 把我们的头打爆吗 我从你们眼中看到了悲哀 你们也是迫于无奈的吧 风雷二牙听闻拳四郎的话 会在地上说到 看来全四郎就是他们引颈期盼的救世主 此时城上的伏兵全都跳下来包围众人 趁着全四郎跟雷一在打小兵练等的时机 风雷二牙也冲向大门 用蛮力将门给撞开 这扇从未有人通过的大门 从此再也不会关上 经过这一连串的骚动 典狱长也乘坐着囚犯台的轿子 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看西龙 你竟然敢踏进我的鬼窟之街 该说你是有有无谋吗 不过在交手之前 先让你看一场好戏啊 随后有个少年被绑在木桩上给抬了出来 原来这人是风雷二牙的弟弟 典狱长吹了声口哨 天空突然飞来一只巨鹰 用他锐利的爪子在少年身上乱抓 哈哈哈哈 所有背叛国的人都要下地狱 弟弟你安息吧 这几度还没有人被克死 我也觉得很奇怪 你该是要死几个路人的时候了 你就先到地狱等我们吧 我明白了哥哥 你们等一下一定要赶快死哦 少年说完竟然笑着迎接死亡 全四郎你不用感到内疚 我们都是自愿为你赌上性命的 可是我一点都不会内疚 就在巨鹰的嘴要将少年的身体刺穿时 典狱长突然用鞭子的将他的鸟嘴给切断 真无聊 杀了一星求死的人一点意义也没有 虽然在漫画里少年捡回了一命 不过在TV版动画他还是难逃被克死的命运 紧接着BOSS战开打 典狱长威格尔舞动泰三流双边对上了全四郎 双边的速度惊人 加上不知道会从哪个方向攻来 全四郎一时之间竟然也只能防守 为了保护身上的衣服 全四郎豁了出去 一瞬间竟然消失在鞭子前 典狱长挥出的鞭子还来不及收拾 弹回来打中自己的领 但仔细一看才发现 在这极短的时间 鞭头竟然被全四郎打了个蝴蝶结 不过这并没有吓到典狱长 只见他大笑几声后 竟开始拔自己的胡子 还说要跟全四郎赌一把 你共五根是吧 将五号囚房的犯人给我带出来 随后一群犯人被狱主带出 所在的断头台上 典狱长指了一旁的墓碑说道 这些都是自以为是救世主 跑来找他挑战 再加上赌博赌书 一起遭到刑刑的犯人的 典狱长问全四郎 敢不敢跟他赌一把 全四郎当然是欣然的接受 还说要把坟墓挖大一点 才装得下典狱长 典狱长拔出藏在头盔牛角里的怪异鞭子 使出奥义泰山流千条鞭 无数鞭子缠住了全四郎的身体 令他无法动弹 典狱长将牛角插入地面固定住 接着又来了一招蒙古霸击道 用全身之力朝全四郎猛烈一撞 强如全四郎竟也被撞飞 还吐血弹了出去 在之前的战斗中 都没受到多大伤害的全四郎 终于也发现后面的敌人越来越难打 现在要满血过关 不是件容易的事 见到全四郎若无其事地站起来 典狱长也打算来个速战速决 突然从全四郎背后升起了几道钉墙 听完全四郎的话 典狱长大怒 再度使出蒙古霸击道撞了过去 但同样的招式 在北斗神圈也是无法使用两次的 全四郎只用手指 就挡下典狱长三百多公斤的躯体 但典狱长依然不放弃 想用蛮力将全四郎 给推到后面的钉墙上 逼得全四郎再也顾不了身上的衣服 直接一个包衣使出北斗钢猎把 捏碎了典狱长肩膀上的筋肉 让他再也无法使出蒙古霸击道 可恶啊 坎萨多拉的传说是不灭的 典狱长亮出藏在头上的武器 想做最后的反扑 早就跟你说过 这坟墓太窄了你不信了 不过还好你等一下就会爆炸了 好挤啊 像你这样的家伙也不需要什么墓碑了 全四郎一拳打烂墓碑 典狱长的手下们本来还想冲上去报仇 但全四郎只瞪了他们一眼 这群猛兽便乖乖丢下武器投降了 从这一刻起 坎萨多拉鬼哭的声音就停止了 取而代之的是愉快的欢呼声 只是这样愉悦的气氛并没有维持太久 随着空中一个被克死的NPC掉落人群中 众人也将目光移向了高台 这时出现了两个硬度装扮 看起来很欠扁的胖子 风雷二压一脸惊恐的说出 拳王敬畏队五个字 接着也说出了拳王的来历 拳王自称世纪末霸者 是一名恐怖的支配者 他的真面目从来没有人见过 这座坎萨多拉监狱 也是为了将背叛他的人 全部判处即行 所建造而成的监狱都市 狱长威格尔也只是这座城市的看守人罢了 嘿嘿 你就是拳四郎吗 你的救世主游戏就到此为止吧 如果马上投降的话 拳王大人可以宽容 让你去帮他查皮鞋 见到拳王禁卫队的人马 已接收这城市 原本的狱卒跟囚犯都失去求生意志 劝拳四郎投降 拳四郎扯断囚犯的铁链 表明自己一定要打到最后一关 随即也跟拳王禁卫队的人马开始交手 连风雷二牙也都加入反抗拳王禁卫队的行列 他们的举动也唤醒了原本放弃求生的群众 大家凭借着人多的优势 渐渐压制住了禁卫队 风雷二牙健壮将现场交给众人 赶紧带着拳四郎去救拖起 TV版动画里就拖起的途中还多了一段小插曲 风雷二牙在半路遭遇教他们拳法的朝真老师 老师已经投入拳王的麾下 所以在此阻止众人前进 风雷二牙要全四郎等人先走 两人决定留下来对付老师 由于老师也是使路加路扭拳的高手 兄弟二人站起来非常的吃力 最后他们也是用换鞋来硬刚老师的招式 才以二神风雷拳干掉老师 但俗话说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风雷二牙随即遭到印度二胖的偷袭 二胖压下机关 一颗重达千斤的断龙石从天而降 为了怕巨石阻断通道让全四郎无法救人 风雷二牙挺身而出撑起了巨石 但可想而知他们的下场当然是被二胖凌虐致死 直到死后也还一直支撑着巨石 随后而来的雷一看到眼前这幕 除了感谢他们拼死保卫的这通道外 也对全四郎克死占有的功力更加的忌惮 不知哪天也会轮到自己啊 来到监狱顶楼的全四郎等人 也遭遇禁卫队的袭击 在一条黑暗的长廊前 许多暗器朝他们射来 不过大家都知道全四郎有一招二指真空把 只要有什么东西射来 他都会下意识的接触又射回去 雷一扯下窗帘后 发现躲在后面射暗器的翘狐胖子 被自己的暗器钉了满身 可恶啊 让你尝尝我的手掌处刑刀滑 全四郎一脚就破解这没用的鸟刀法 把翘狐胖子踹倒在地上 还夺走了他的刀 嘿嘿 你拿刀直向我教授你得不信 我这手掌夺刀数了 可是天下闻名的 这刀怎么还一直吃进来啊 雷雅和风雅正在地狱等你呢 哇啊 另一个烙腮狐胖子的见到同伴被杀 赶紧快步的冲向托奇的牢房 用刀抵住托奇脖子 你们如果不想要托奇死 就先自杀吧 白痴哦 这样我们不就死四个 你杀托奇也才死一个 怎么看都是托奇死比较划算 你看那好痛啊 你刺带我的脖子了啦 原来眼前的托奇也只是路人假扮的 烙腮狐胖子的见事迹败露 直接把他劈成两半 哼 就算你杀了我也太迟了 其他部队早已将托奇带走了 我再问一次 托奇人在哪里 巴嘎 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 我已经点了你的奴孽血 你的身体也会自己告诉我 我的手指怎么不听使唤 自己直怒了 靠呀 我死定了 全王大人一定会杀了我 不用担心 因为你已经死了 怎么可能 阿兰德说这个月的火翔星座强盗宝 全四郎敲了一下墙壁 原来里面还有夹城 而在夹城的牢房里 全王禁卫队的人已经准备将托奇带离坎萨多拉 来不及了 只好先解决掉托奇啦 全王大人说绝对不能让他们两人见面啦 禁卫队的刀朝托奇砍来 没想到眼前这古兽如才的病人 竟不费摧灰之力轻松接住两人的刀 此时全四郎正好也破墙而来 兄弟俩终于见面了 突然拖奇缓缓地张开双臂 使出招牌绝技 北斗友情拳 中招了两名禁卫队 身体竟然不受控制的弯曲 这就是いう 这就是我二哥的招式 北斗友情破岩拳 中招之人在临死前会感到莫名的兴奋 等你很久了 Kenshiro Toki 你瘦了很多 呵呵 但还健在 北斗神拳最闪耀的两人终于见面了 为何拳王会如此惧怕两人的会面 下集将揭露世纪末霸者拳王的真面目 请每周六记得收看 不负责任风动漫北斗神拳之 拳王降临 死罩星之苍光 被赶紧没落下 后悔已定面走天地轎滑来浪 安作放昏浪秦才 爱相同纽你脑脑水